也许你没看过星战 但你肯定见过绝地武士 拿着LED灯管虎欧的画面 肯定也听过这一句 本期主题是 八小时内设计出一个星战飞船载具 停着简单坐着难 我都怀疑这一集是不是乐高设计师 搞不出星战新套装来找灵感的 长发老哥一脸娇羞的抽到了头号反派 达斯维达 以他们平时的铁直男搭建风格 星战主题还抽到反派 真的是过年了 他们的船叫帝国风暴登陆舰 一艘运送风暴白兵的船 因此也吸引了现场巡逻的白兵前来围观 他们本来想用机翼 立住船体中间悬空 可惜的是没成功 最后还是肚子着地了 但问题不大 这感觉有帝国那位了 小白兵会在Boss达斯面前 感觉下一秒就要被云里锁喉了 达斯维达身后带着红色的皇家精卫队员 没看过星战也能看出妥妥的反派 金发组他们抽到了正派卢克 眼镜小哥是星战的狂热粉丝 他们计划做卢克带着机器人同伴的双人战斗机 金发组的作品结合了星战中的雪地战机 XE AE的元素 这艘星际战斗机刚刚击中一架敌军的飞机 爆炸在他们的正前方 作为全场最小但也最精致的作品 评委直接指出了一个设定bug 下一期 妹子们做的Ray的石荒船太帅了 求官方出个套装吧 来这期接着搞星战的飞船 姐姐组抽到的是正派Ray 三部星战的女主角 最开始在沙漠中剪破烂生存 真就开局一双手装备全靠剪杯 所以妹子们决定做一艘Ray的石荒船 Ray坐在驾驶舱里 为了生存在干燥荒凉的沙漠中 捡垃圾谋生 和小机器人BB8一样配色的石荒船 拖着一台废弃的ATAT 身后还有一个白兵 试图阻止他们拖走ATAT 有点可爱 这三个层次的故事 必须是全场最佳了 要说唯一的bug 可能是Ray石荒时期 开这么豪华的船 是不是有点离谱了 不过假酷星有新建坟场 就像在迪拜一样 捡个破烂 约入百万也是有可能的 夫妻组抽到的是反派凯洛伦 妻子完全没看过新站 这一下搭建任务 全都落在丈夫身上了 丈夫计划做一个带叶片的 用来诱补绝地武士的球形飞船 他想把反派飞船 做出尖锐锋利的感觉 使用了很多机械组 将尖头固定在船上 达斯维达坐在驾驶舱里 将抓不到的绝地武士 扔进牢房 带回去审问 夫妻组的船是全场最大的 评委将盖子拆下来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机械组 但可惜的是 他们链接处用了蓝色的销 破坏了整体色彩的和谐 下一期 冠军作品 不愧是金砖组 竟然连船舱里面都做出来了 提到赏金猎人 一般想到的是卢瓦鲁 DOTA或者星际牛仔 还有就是这个金砖组抽到的 赏金猎人波巴菲特 金砖组计划造一艘 全副武装的赏金猎人飞船 作为场上唯一一个 飞正飞鞋的角色 也是最难做的 所以金砖组选择了暗红 灰色和绿色 组成了中立邪恶的象征 金砖组的老哥 完全是在享受比赛 比起外观上的酷炫 他们将更多时间 花在了设计可玩性上 不光做了武器系统 将飞船做成像饭盒一样的两层 船舱内部也都装修了一遍 就像真正的乐高套装一样 崇尚金钱 倾狠手辣的赏金猎人波巴菲特 驾驶着他的飞船 穿梭在银河系 搜寻着下一个目标 打开飞船 可以看到飞船的控制室 以及监狱的牢房里 关着的帝国军和奇异军 从技术角度看 这艘飞船 各个方向都有向上的突点 这是其他组的飞船 没法比的 估计评委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冠军就已经有答案了 这场比赛 意味着金砖组 下一期不用参赛 直接快进到决赛周 但决赛周不能用金砖 所以金砖组 也将成为乐高大师中 唯一没有去使用金砖的队伍 下一期水下大剑 Underwater build Underwater build